欢迎收看美国中文电视中文厨房 和亲海燕美食天下 我们这个栏目除了有我这样一个吃货 今天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一位美食博主 贝娃老师 贝娃你好 欢迎 谢谢 和雪红姐一样 我也是一个大吃货 我的网名就叫纽约吃货贝拉老师 今天我们有两位专业的吃货到栏目中 那我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的这道菜 一定得是既好吃还能填饱肚子 真的吗 说说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 雪红姐你先猜猜我们的贝拉老师是从哪来的美女 很漂亮 特别有一种抑郁风情的感觉 受到雪红姐夸赞我要开心的飞起来了 雪红姐你还真是独居会耶 那贝拉老师呢就是来自我们祖国新疆的一位美女 我说呢特别特别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感觉 对的 那今天呢有我们新疆的美女贝拉老师呢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的中文厨房和亲海燕 美食天下栏目捧场 那我就跟观众朋友们呢分享一道 明阳四海的新疆美食手抓饭 雪红姐你看今天咱们这个羊排呀 跟咱们上次那个法式烤小羊排有什么区别 好像大了一些而且还完整 对对 这个跟我家乡新疆用来做手抓饭的羊排感觉很像呢 对咱们上次那个呢是已经做过处理的 今天呢咱们要做的是新疆的手抓饭 要吃的就是这个羊排呀 这个有筋有肉 然后香喷喷QQ弹的好滋味是吧 然后呢这一整块呢它叫羊鞍 就是那个像那个马鞍子一样羊鞍 因为你看它不光是这个排骨的部分 包括它的脊骨都在里边的 哇这个羊排看起来还真的挺大呢 让我想起来在我们新疆 在重大场合的时候会在一整只羊 然后它的羊骨头拿去煲羊肉汤 然后这个肉剃下来做成烤羊肉串 我喜欢吃 然后这个羊排我们会拿去做手抓饭 新疆手抓饭 没错 你们知道其实手抓饭还有一个故事吗 快讲来快讲来听听 很好奇 是挺好奇的 对就是说据说在一千多年前 有一个维吾尔族老医生 他到了晚年的时候 他的身体很虚弱 然后经常生病 然后他吃了很多药都没有什么用 他就用当地的食材研发出一种新型美食 猜猜是什么 手抓饭 对了 是手抓饭 然后这个手抓饭就非常非常的香 而且他对身体很滋补 然后他就每天早上晚上各吃一小碗 随着这个时间这样子慢慢过去 他的身体反而越来越好了 我们家雪红姐准备好了 脚碗各一小碗 是的 红光满面 他的邻居们看到他 嗯 怎么身体变这么好 是吃了什么灵丹妙样吗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他是吃了这个手抓饭 然后他把这个手抓饭介绍给了他的邻居们 然后大家都纷纷效仿 这样一穿十十穿百 逐渐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的手抓饭 好福 观众朋友们可是要好好学学这道 不仅好吃 而且还滋补身体的手抓饭 你们看呢 这个是我把这个羊排呢 已经切成块了哈 嗯 然后呢 呃 米呢 有圆形米和这个长形米 今天呢 咱们这个新疆手抓饭呢 我考你一下 你们老家做的时候用圆米还是长米 就是这种米 圆米 啊 对 米有什么讲究吗 对 因为这个圆米啊 它是比较粘性大 嗯 然后呢 圆形的米呢 它呢 就比较适合煮粥 或者说跟这个肉类来一起煮 那另外那种长形的米呢 它就没有那么粘 那比较适合做炒饭呀 烤饭呀 什么的 嗯 因为我们下面这道工序呢 就是直接非常简单 就是把这个洗好了的羊排 直接放在这个冷水里边 然后冷水下锅开始煮 然后水焯 对 冷水焯 而且它 它也不放葱姜 对 你们新疆是没有葱姜 还是为什么不放这个佐料 因为我当时挺奇怪的 嗯 嗯 这是很正常的 我们家那边不是没有葱姜 嗯 而是因为我们家那边的羊肉很特别 非常的新鲜 而且没有山味 所以不需要去用葱姜去去山 嗯 而是 而是我们要保证它的这个原汁原味 嗯 然后我们现在就先把它煮 煮开了以后五分钟 对 我们稍微等一下下 好 然后现在已经差不多开了 我们就要把这个墨子呢 打一打 而新疆当地的这个羊肉呢 它是没有那么多的山味的 但是我们超市买的呢 嗯 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山味 然后但是呢 最重要我们得把它这个墨子 要把它撇掉 好 嗯 搅一搅让这个墨子上来 嗯 然后把它撇掉 你们会注意到我放的水比较多 因为我们一会儿呢 这个过水的这个水啊 它里边还有很多这个羊肉的鲜味 我们是能不能把这个汤丢掉的 嗯 这个汤呢 就是一会儿咱们做这个 手抓饭的这个 里边的这个蒸米饭用的汤汁 所以呢 我们不能把它弄得太少 要多一点 有点富裕 好 其实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喝的羊汤 嗯 嗯 其实这个羊肉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来 嗯 贝拉你闻闻 我可不是让你喝啊 汤啊 你闻闻是不是 老家的这个 私香的那种感觉就起来了 是不是 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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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吃的时候 你就更是 感觉已经到了家里边了 太期待了 羊肉的香味得进到这个汤里一点点 对 正常呢 我们就是五分钟就可以了 正常 我们现在刚好 边墨子也就差不多五分钟了 嗯 这个很热 我们把火关掉 好 来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羊 这个羊肉就可以捞出来了 香 我还真没闻到山味 嗯 哦 好好闻哈 家乡的味道 一定要把这个汤呢 要拿这个细的网呢 给它闭一下 嗯 好 这个汤呢 我们都已经去除了杂质 稍微的呢 给它撒一点点盐 让它进点咸味 嗯 然后呢 这个肉我们现在不着急放盐 然后这个肉呢 我们其实就像我们家里正常的红烧的做法差不多 哦 我们现在准备开始炒这个肉 好 我们红烧这个羊肉的油就普通家里用的玉米油就可以了哈 而且呢 这个油不能太热 这个油三分热的时候我们就要下去炒了哈 哦 三分热就要下锅 对 三分热就下锅炒了 然后呢 炒的时候呢 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放点老抽 生抽 这个生抽呢 是比较有一点咸味的 嗯 所以呢 呃 我们就没有再放盐 等一会儿我们可以尝一尝有必要的话呢 我们再加盐哈 嗯 然后老抽 生抽 嗯 然后呢 我们也不需要炒炒什么糖色 就这样简单的这样子 红烧一下 哎 特别原始的这个味道 没有加任何的呛锅的葱姜蒜这些香料 嗯 然后呢 我们看看这个颜色 就让它上色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放羊汤了 这个羊汤呢 就只要 只要是能够没过这个羊肉 要没过羊肉 中小火让它呢 孤独一小会 大概个十分钟就可以了 孤独十分钟 嗯 我们找个盖子 把它盖起来 孤独十分钟哈 嗯 我们在煮这个羊肉的时候呢 我们刚好呢 就可以做一个 一会儿我们摆盘用的洋葱花 那这个羊肉呢 我们其实刚才 贝拉已经介绍了 是在当地是不放任何的花椒大料 什么都不放的 它主要去山味的呢 就是这个洋葱 对 皮牙子 皮牙子 我当时在想就是说 我怎么给它配这个摆盘的时候呢 我也想到呢 就是拿这个洋葱花 等一会儿我们来做摆盘的配菜用 这个洋葱花呢 我给大家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做法 我们呢 先把它一切八半 也就是说呢 要切四个四刀 这是一刀下去 然后呢 不要切到底 不切透 不切透 然后呢 大概留个一公分的样子哈 这是第二刀 然后呢 第三刀 然后呢 然后最后第四刀 刚好就把它平均的分成了八半 八半都切好了 然后呢 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方法哈 我们就拿这个普通的paper tower 普通的食用油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小洋葱呢 给它拿这个油呢 给它整个 对 整个都给它 让它沾上油 如果你没有沾上油的话 等一会儿我们拿锡纸一包 它就跟锡纸粘在一起了哈 然后呢 这个 都是小小门哈 这个锡里边 给它来点 来点这个普通的食用油 我们把它包起来 就是一个就做好了 然后呢 我们再做另外的两个 我们这个呢 就是把它包好了之后呢 烤箱预热到375华氏 烤上15分钟左右哈 根据你这个洋葱的大小 有的时候比较大 可能要烤二十几分钟 好嘞 我们这已经煮了十分钟了 已经香气扑鼻了哈 小的我头晕 我们现在呢 这个小屁牙子 已经送到那个烤箱里烤着 我们把这个大皮牙子放下去哈 500克的羊肉呢 我们刚好放两个中等大小的 这个紫皮洋葱哈 新疆当地是不是也用这种紫皮的洋葱 我们好像并没有对洋葱 有特别的要求 买是洋葱就行 哦 黄色的 嗯 然后呢 就是500克的这个羊肉呢 我们放两根胡萝卜切的丝哈 把它一起放下去 然后呢 我们把火呢 开大一点炒一炒哈 炒的时候呢 调料非常的简单 除了这个洋葱胡萝卜 就是再加一点点的这个自然 有些人他可能觉得香料 那个味道 他不是特别喜欢 你可以少加或者不加哈 然后我们根据个人喜好 加上一些这个 哎 烤羊肉串的味出来了 差不多够了 嗯 自然呢 也不能贪多 我的经验就是自然放多了 会有一点点苦音 所以就差不多像这么多的料呢 放上一个tea spoon的就足够了 就一茶匙就足够了 我们把它炒一炒哈 好香啊 这回是真的香了 羊肉配自然 真的是绝配 那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呢 这个时候也可以放上一点点辣椒粉 好 我们这个现在已经都开起来了 然后呢 这个所有的颜色呀 然后我们刚刚加的自然都已经炒匀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它放到一个专门的锅里边 嗯 哎 这个是你们新疆的这个大铁锅配的 这种锅呢 配上这个盖子叫塔吉锅 是从中东一带传进来 应该是在新疆当地是比较常用的一个锅 然后我们把它倒到这个里边来 可以吗 我来帮忙 可以 不用 我可以 我们现在把这个米放下去 会把它稍微的拌匀一点 嗯 我们在盖盖之前呢 我们要 尝一下 看看它的咸蛋 看看我们需不需要加一点点盐 哈 要不要加盐 还需要加一点点 好 因为我们刚才没有怎么加盐 就只是放了那个生抽 再加一点点pepper 这个pepper比较optional 就是你可以加可以不加哈 然后呢 这个锅也把它先做开哈 好 做开之后我们盖火 盖盖 然后就要调很小的火 从现在开锅开始算起呢 就是15到18分钟 15到18分钟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火关上了 别着急 还不能吃 还得焖个五分钟 嗯 我们在 我们在焖这个羊肉饭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小洋葱的15分钟呢 也已经烤好了 我们先把它打开 一会儿还得再烤一下 嗯 我们要给它上面再刷一点油 刷在这个洋葱表面上 这个呢 我已经把它预热到了450华氏 然后我们只需要烤五分钟就好了 现在我们这个整个厨房 演播厅里边是香气四溢 然后呢 打开盲盒的时候呢 哇 怎么样 来看成功了 成功了 好 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工序 这也是我们新疆的特产 葡萄干 我们根据客人的喜好 你可以 放多放少都行 观众朋友们 这道香喷喷又营养丰富的新疆美食手抓饭 您学会了吗 如果您想重复收看 请上网Signation.net 点击搜索 中文厨房和清海燕 美食天下即可在线收看 中文厨房会是天下各类美食的经典菜谱 吃货们的必看宝当 海燕房餐厅提供中西合璧的完美的美味佳肴 吃货们的打卡好趣处 有我小景主厨的法拉盛 海燕房餐厅的订餐电话是 518-418-0182 感谢收看这期的节目 观众朋友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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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